新丑 讲过牛年十二新肖运程 和健康运程 也是时候讲讲事业运了 新丑旺天什么行业 其实今年是旺金融保险业 即是如果你做金融 做外币这些行业 本身是不差的 第二个新金 其实我们叫天道 天道代表什么事 跟天的沟通有的行业也会好 即是我们娱乐的行业也好 占卜、泰国牌 这些行业也好 第二个宗教的行业也很好 虽然今年说这些行业比较特别 但有哪些人 最好就不要入行 如果你的八至五行 是最多的那样东西 就是不需要的 即是最多金就不需要了 什么叫最多金呢?就是秋天 秋天出世就是金的月份 立秋之后就是新来的8月8日 11月8日之前 新月、有月、衰月 这三个月份出世的人是金融王的 大部分不需要金的 所以如果他真的不需要金的人 他真的入了行去做金的话 那其实会有什么 就不会全 付出与收成不成比例 那其实有没有说有什么方法 是看到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份工 是特别适合自己的呢? 其实是挺复杂的 看你的用神是什么 用神就是你的八至金木水瓦头 哪一个五行帮到你 帮你那个就叫做用神 例如冬天出世 条命很多水 如果关于做火候行业 就会有帮助 火就是石油、化工、电脑、电子零件、化妆品、厨房、拍摄的东西都可以的 知道那样东西你自己是属金木水瓦头 例如你属木的冬天出世 做火的东西是旺你名气的 你要对外工作的 旺你思考性的 原来你属金的 冬天出世的 原来属火的东西 就是旺你拿拳管理的东西 所以就会分到很小的 需要整个八至年月日去看 看你是哪一样东西是用神 例如木是用神 原来木是做什么 原来家私、木材、纸张、文化家 有教育界、三副鞋物都可以的 如果你要土的行业的话 土就是做地产 水晶、玻璃制成品、农作物都可以的 装修都可以的 就是土木工程都可以的 夏天出世大部分都用水的 就是运输业、航运业、酒店业、旅游业 金融、保险、外币、财经、银行、金网、珠宝、首饰 所以就不可以说是这么大路的 是整个八至年月底才知道自己不会做错行业 我们下期见 所以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